10月一国庆当天将迎来WTT中国冠军赛的第三个冠军日比赛也正式进入硝烟四起的下一阶段 当天共有20名运动员参加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共5个项目的14场比赛 其中林诗栋和孙颖莎两位主力都将遭遇内战,剩余12场外战 在祖国母亲生日这天比赛,国拼队员们承担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这时压力也是动力,肯定会拼尽全力奋力一搏 反观日拼队的机位,队上的全市硬查有70%的可能会全军覆灭 10月1日中国队赛成,国庆当天,混双将进行1%决赛 国拼队的五组混双搭档全员出战 单打和双打则是1%决赛 比赛还是分为上午11点和下午18点两个时间段 11点的时候,混双比赛准时开始 代表国拼队出征的,是相鹏和刘伟山这队搭档 他们碰上的是中国香港队的,黄振廷、杜凯晴 黄振廷、杜凯晴这组搭档是比赛的一号种子 所以相鹏、刘伟山面对的压力不小 不过上一轮两人3-0轻松打败对手,实力肯定是有的 11点35分的时候,男单、女单共派出了三人出战 男队派出了主力林诗栋和小将薛飞 两人曾经组成过双打搭档 可惜这次队友变对手将一同位球迷献上国庆日的首场内战 单论实力的话,肯定是林诗栋更胜一筹 但竞技赛场没有肯定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 女单出战的,是暴冷淘汰了主力选手的范思奇 他将在下轮队战速塔西尼VS联会的胜者 范思奇绝对是今年最大的黑马之一 在一众资格赛选手中杀出重围,成功打进正赛 三十二分之一决赛时,碰到了女队主力王亦迪 任谁看都是场实力悬殊,没有悬念的比赛 结果他愣是二杠零领先两局 等王亦迪回过神的时候,已经被对方三杠二拿下 一个没有世界排名的选手打败了国拼主力 若是后续比赛表现依旧出色 绝对会成为国家队,下一批重点培养的新主力 13点20分的时候,将赢来国拼队的第二场内战 这轮内战就更激烈了,由孙颖莎对绝宽曼 两人不仅是熟悉各自打法的队友 还有同一个教练邱一可 这次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赛场相遇 不过多数情况下,都是孙颖莎三杠零横扫对方 只要这次心态莫问题,大概帅还是孙颖莎获胜 只是可惜了宽曼,凭他的实力绝对能传到比赛后半成 可惜提前遇到了乒乓球界的领军人物只能感慨一句 千运不好了 13点55分的时候,国拼队有两场混双比赛 分别是林高远王亦迪、袁立岑、石巡遥 林高远王亦迪作为六号种子 首轮轮空,自动进入了八分之一决赛 第二轮他们碰上的,是跨国组合特奥多罗、库库洛娃 两人一个来自巴西,一个来自斯洛伐克 不管是默契度还是实力,都是国拼队的两人更强一点 而且,林高远和王亦迪都是国拼主力,只要发挥正常绝对能赢 袁立岑、石巡遥碰上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八号种子 加多斯、布尔卡诺娃、奥地利这队组合上一轮自动晋级 反观袁立岑、石巡遥虽然晋级了八分之一决赛 但上一轮赢的并不是很轻松,所以双方实力小有差距 两人比完后,上五场正式结束 下午场于18点准时开始 上来的第一场依旧是混双比赛 18点的时候,薛飞和钱天一将和来自西班牙的七号种子 马纳什杀,其塔莱展开对决 对方也是自动晋级 薛飞前天一和11点开始的相鹏、刘伟山组 同位四分之一区 若是都顺利晋级到下一轮,则会队友变对手 最终,两组中的获胜方很有可能 碰上四分之二区的林高远和王亦迪,与其一同竞争宝贵的半决赛名额 19点10分的时候,男、女单再次开赛 分别是男队的相鹏,VS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 女队的刘伟山、VS中国台北队的陈思雨 身为混双搭档的两人,都面临着一天两赛的情况 所以,上午的比赛对他们很重要,赢了能鼓舞士气 输了很有可能影响下午的状态 同一时间,秦于轩、纵戈曼也将作为女双搭档和韩国队的田智希、李恩会展开对决 19点45分,男双组合周启豪、陈元宇、VS比利时队的阿莱格罗、皮切福德 20点20分的时候,终于轮到了一号种子王楚清登场 他对上的是丹麦的乒乓神童安德斯、林德 两人曾在23年的德班士拼赛上 交手过一次,当时安德斯、林德世界排名180 虽然听起来不高,但对于欧洲来说已经很厉害了 在那场比赛中,他还创下了历史,成了欧洲唯一一位闯入世拼赛八强的选手 可惜四强赛时碰到了王楚清 虽说这一年来他的球迹长了不少 但和王楚清来说还有差距 所以这场比赛大投获胜的几率很大 同一时间,女队的王晓彤将对阵索菲亚、波尔卡诺娃 这个王晓彤也是从资格赛打上来的二线球员 实力很猛,上一轮3比1暴冷淘汰了朱千熙 国庆日的最后一场比赛是林诗栋和宽曼的混双比赛 两人是这次混双的二号种子 所以首轮轮空,下一轮队上的是日本队的 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日拼对孔全军覆灭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三项双打都只派出了一组对手 混双碰上了二号种子林诗栋宽曼 女双碰上了六号种子陈杏彤前天一 男双碰上了二号种子大小乐布伦 定睛一看,全是实力强劲的队伍 日本双打很有可能全军覆灭 其中最惨的就数张本美胡了 一人身兼三项,结果三项都碰上了中国队 女单更是被何卓家三杠零打哭了 和张本美和相比,张本志和就幸运多了 前三轮都碰不上中国队 就连他自己都忍不住调侃 趁这次自己拿到了上上千 至于日拼队的其他级人 松岛辉空队上了莫雷加德 护上孙甫碰到了高承睿 伊藤美城遇到了前国拼队的尼夏莲 平野梅与VS韩国金纳英 这几场比赛比国拼队的还要激烈 日本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全员淘汰 提前结束这次的中国大满贯之旅 那么,国庆日的这十几场比赛中 你最期待哪一局呢? 最近,乒乓球教练邱一可火了 不过火的不是他的执教水准 而是他那任劳任怨的保姆形象 比赛场上,他是孙颖莎 背后运筹帷幄的军师 比赛间隙,他又成了那个忙前忙后 拎包地水的后勤不长 看着曾经赛场上那个桀骜不驯的刺头 如今化身金牌保姆网友们纷纷调侃 这还是当年那个谁都不服的邱指导吗? 是什么让他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年少轻狂,刺头球员 时间回到1985年 那一年,邱一可在四川成都出生 或许是命中注定邱一可的母亲 虽然不是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 却也是业余圈子里的大神级别人物 甚至还拿过全国比赛的冠军 受母亲影响 邱一可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乒乓天赋 六岁开始练习 九岁就在成都市的比赛中拿了冠军 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 2002年 她就凭借着出色的成绩 扣开了国家队的大门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国家队队员 那一年,她才17岁 一年之后 邱一可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在巴黎世平赛上 她一路过关斩江 最终战胜了当时 排名世界第一的德国名将波尔 实现了一战成名的壮举 那一年 邱一可才18岁 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将 用实力震惊了世界 也让所有人记住了她的名字 然而,年少成名的邱一可 也逐渐展现出她性格中叛逆不羁的一面 在训练场上 她我行我素 经常与教练发生冲突 在生活中 她也是各不服管教的主 经常违反对规 甚至还与队友发生过肢体冲突 对于教练的批评和惩罚 她更是满不在乎 该怎么来还是怎么来 有一次 因为违反对规 教练也拿她没办法 只能让她参加军训来代替 虽然邱一可的天赋和实力 毋庸置疑 但她的火爆脾气也成了她 职业生涯中的一颗定时炸弹 在一次比赛中 因为对裁判的判罚不满 她当场发飙 结果被竞赛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她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行为 也意识到自己性格上的缺陷 然而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想要彻底改变 谈何容易 2002年 在一场朋友组织的饭局上 邱一可邂逅了改变她一生的女人文伟 当时 文伟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喉咙 难受的眼泪直流 看到这一幕 邱一可展现出她少有的细心和温柔 二话不说 就带着文伟去了医院 也许是这次英雄就没打动了文伟 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一个是赛场上叱咤风云的乒乓球运动员 一个是精明能干的商界女强人 邱一可和文伟的爱情故事 并不像童话故事那般浪漫 反而充满了现实的考验 当时 邱一可在北京训练 文伟则在成都工作 两人只能通过电话和短信来维系感情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陪伴邱一可 文伟依然辞去了在成都的稳定工作来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后 文伟并没有选择做全职太太 而是凭借助自己的能力 在商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她知道邱一可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与她并肩作战的伴侣 而不是一个知会依附于她的小女人 文伟的独立和坚强 深深地吸引着邱一可 也让她在训练和比赛之余有了一个温暖的港湾 蜕变众生 金牌教练29岁那年 邱一可选择退役 告别了她心爱的赛场 离开国家队后 她回到了家乡四川 担任了四川省乒乓球女队的主教练 也许是运动员时期的经历 让她学会了反思 也或许是文伟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和鼓励给了她力量 曾经那个火爆脾气的刺头逐渐退去了青涩 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 作为教练 邱一可展现出了她过人的天赋和才华 2016年 她带领四川女队刻苦训练 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就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举拿下了全景赛的冠军 她也因此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2022年 邱一可正式成为了孙颖莎的主管教练 这对师徒的组合也开启了中国乒乓球的新篇章 初识孙颖莎 邱一可就被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吸引了 在训练场上 孙颖莎是刻苦努力的拼命三娘而在生活中 她又是个活泼开朗的开心果 面对这个鬼点子多多的徒弟 邱一可也经常被她拿捏得哭笑不得 每当邱一可想要指点江山的时候 孙颖莎总会用一句你行你来对的她哑口无言 时间一长 她也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 甚至还乐在其中 在邱一可的悉心指导下 孙颖莎的技术和心理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她在赛场上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 每当孙颖莎赢球的时候 邱一可总是第一个冲上去 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而当孙颖莎输球的时候 她也会在一旁默默地陪伴她 开导她 鼓励她 在邱一可眼中 孙颖莎不仅是她的徒弟 更是她的女儿 她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和感情 希望她能够在乒乓球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都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这句话在邱一可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如果没有文伟的理解和支持 或许就没有今天的金牌教练邱一可 这些年来 文伟不仅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成为了邱一可最坚强的后盾 知道丈夫工作繁忙 文伟经常带着女儿去训练场探望她 为她送去热腾腾的饭菜 她也成为了孙颖莎 和其他队员的知心大姐姐 经常和她们聊天谈心 为她们排忧解难 看到妻子如此贤惠 邱一可也更加珍惜这份感情 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文伟和女儿 希望能够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她们 除了在生活上 给予邱一可无微不至的关怀 文伟在事业上也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她凭借着自己的商业头脑 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女强人 而邱一可也因为妻子的经济实力 成为了网友口中的隐形富豪 据说为了方便接送孙颖莎训练 文伟一口气买了四辆不同款式的豪车 这豪气冲天的举动也让网友们看到了 她对丈夫事业的无条件支持 如今的邱一可家庭幸福美满 事业蒸蒸日上 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冲动人性的刺头球员 而是蜕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 金牌教练和顾佳爱妻的好男人 一根小小的鱼刺 串联起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段感情 也见证了她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 是蜕变 是蜕变